Hello,大家好,我是世大教育的GRE导师Alicia 今天这个视频是一个分享视频 把我自己申请研究生的经历 主要是申请过程准备 怎么安排的申请时间线等等 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大家在申请的时间规划上有所帮助 那我会从大部分同学都会经历的几个部分来分别说 一个是准备GT,就是GRE和托福 还有积累科研实习经历 选校选项目 最后是填写网身和递交材料 首先第一个部分因为语言考试 就是托福或者雅思 这个大家要看清自己申请的学校 对于你语言考试的要求是什么 大部分学校是如果你本科是在英语母语授课的高校 获得学位的话语言考试是未不掉的 是你不需要考的 那有个别的学校它会要求你至少要是四年在这个英语母语的学校就读 也就是说就算你说我读得很快 我三年就读完了四年的课程 或者说你的本科本身就是三年的项目 它依然会要求你有语言成绩 那这个有的学校它是有这种特殊要求的 那这个东西你就要在择校的阶段呢 特别的注意一下 我为什么知道呢 因为我自己申请的学校就是这样要求的 所以虽然我是在UBC三年读完的本科 我还是得需要考语言成绩才能申请这所学校 就是这个南加州大学 因为本科是全英文的环境 加上我本身的英语功底还可以 所以语言考试这里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 直接去考了雅思就考过了 因为语言是学校需要知道你有足够的英语能力 来完成学业就可以了 它并不太是评判你学术能力的一个标准 所以你只要考到要求的分数线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追求太高的分数 浪费掉你的时间 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GRE GRE的备考我是从大四上学期开始准备的 当时因为我个人排课的原因 课程是比较忙 但是我依然每天至少要拿出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备考GRE 这样下来我一共备考试花费了五个月左右的时间 考了两次才考出了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成绩 那如果大家需要GRE备考的培训 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关于GRE的信息 可以去看试达其他的视频 或者来试达教育咨询 下一个部分是科研实习经历这个部分 那在大二的时候我就有意识的开始有做准备了 除了平时上课GPA要保持以外 我加入了学校的社团 自己去带领团队组织了一些活动等等 丰富自己的经历 这个第一可以是你leadership的一个体现 很多的这个学校项目希望是能看到你有这个leadership的 第二呢你最好是要有比较丰富的经历 这样你在写个人文书的时候 才能用你的这些经历去丰富你的文书内容 展示你的个人风采 我自己的寒暑假基本上都是没有浪费的 尤其是暑假 时间呢相对比较长 我就会尽可能的去找实习 因为我自己的定位是想申请比较tech 偏practical的研究生项目 那也很幸运在大三的暑假有去到亚马逊中国实习 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一个经历 如果是你想要走学术方向的同学呢 可以更多的去关注科研的机会 把教授的office hour啊 把你们学校的这个网站等等利用起来 如果你对实验室和科研项目有兴趣 而且也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跟着教授好好做 如果有科研成果 在申请中会是一个很亮眼的加分项 越过了前面的层层关卡 准备工作都说完了 那我们就来到了选校的这一步 我个人开始选校这个步骤是在大四的上学期 跟准备GRE基本上是同时进行 因为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可以综合我自己的GPA 雅思成绩以及预估的一个GRE的分数 同时呢我自己是希望先在美国找工作 然后以后可能会回国 所以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希望学校的综排和专排都比较好 所以我直接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去进行选择的 选校方面我是比较看重学校的综合排名 专业排名以及地理位置这几个方面 我个人的目标是比较明确的 所以我只申请了两所学校 那我的情况是比较特殊啊 但一般来说选校的数量都要在10到20所之间选择不同档次的学校 那一般是分为冲刺型、主身型、保底型这三种类型 最后一步呢就是填写网身了 那我是在大四的寒假开始陆陆续续的填写网身和递交材料了 这个网身的填写呢其实就是按照学校网站的和系统的要求就好 主要就是要细心的注意多检查几遍 在所有的申请材料里面 个人文书还是很重要的 文书的撰写呢我是和网身填写同时去进行的 除了你的标划成绩就是托弗亚斯或者GRE和这个科研实习经历之外 你的文书呢也可以增加你的申请优势 然后在这个文书的撰写上也是比较有弹性的 它的文书的撰写呢不在于语言有多华丽 主要是你要通过文书成功的说服招生官录取你 那么应该怎样吸引招生官呢 一般啊你要在文书中针对你自己的背景和经历 阐述你为什么要申请这个项目 比如说动机兴趣等等 你未来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项目可以如何帮到你 以及你可以为这个项目带来什么 每一个学校和专业对于文书的要求都各有不同 在你写之前最好可以去官网仔细的看一下它的要求 我呢是先写了一篇初稿 然后在填写网生的过程中 根据每个学校的项目和要求 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去修改其中的一段或者两段 主要就是修改为什么要申请这个项目啊 以及这个项目对我未来职业规划的一个帮助 因为我刚刚说了嘛 我大四的课业安排是比较忙的 所以说我的文书写作的安排是这个样子啊 先写了一篇初稿 然后再去根据每一个项目去修改 但是呢我推荐同学们如果时间充裕的话 建议大家有针对性的去写文书 多研究和打磨一下 如果你可以找有经验的前辈或者是native speaker 去给你润色一下的话 那会更加的完善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咨询我们世达的客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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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